哈囉 傳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有你分享的是 流論5分鐘商學院基礎的第221獎 OKR KPI是碼表 OKR是指南針 假如你們公司是寫軟體程式的 而你又剛好管理公司的研發部門 這時候啊 你家老闆 請你訂一個指標 好用來判斷說 裡面的工程師到底有沒有在認真工作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很困惑的回問 老闆你知道嗎 對那些容易數據化的單位 比如業務 用那種激勵相容啊 基尾酒勢激勵啊 都會非常的有效 可是對我們這研發部門 真的是不好設定啊 難道給我們底下的工程師 訂一個指標 要求每天寫1000行代碼嗎 然後跟他講說 寫超過1000行代碼 超額的部分就發獎金嗎 可如果這樣 那工程師把一行代碼寫成五行 該怎麼辦呢 流論老師說啊 這樣當然不行啊 今天他就約我們來分享一個 適合給研發團隊這些不容易數據化的單位 一個這兩年火到天上去 卻也被誤解到骨髓裡的目標管理工具 OKR OKR是什麼 OKR就是 Objective和 KeyResource的縮寫 簡單來說 就是整個公司團隊和個人都要設定目標 Objective 和衡量這些目標完成與否的關鍵結果 KeyResource Google可能是實行OKR最著名的公司了 而且也正是因為Google OKR才會著名起來 那關於到底什麼是OKR Google的初創實驗室 舉過這麼一個例子 假如你是某橄欄球隊的總經理 應該如何設定OKR呢 你可以把O目標 設為為球隊老闆賺錢 這很容易理解 畢竟只有球隊賺了錢 老闆才會想要繼續養球隊啊 那KeyResource也就是關鍵結果呢 你可以設定為 第一贏得超級杯冠軍 第二比賽上座率達到88% 那你這個總經理下面的人 比如主教練和公關總監 又應該要如何設定OKR呢 主教練的O 可以是你的第一個KeyRes 也就是贏得超級杯冠軍 兩個特色球員 第二加強媒體宣傳 第三突出明星球員 聽到這邊可能也會說 蛤?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OKR嗎? 這不就是一套目標分解系統嗎? 是的就是這麼簡單 那聽到這邊可能也會問 可這個OKR要怎麼解決工程師的績效考核問題啊? 劉文老師說啊 這個問題問得好 其實OKR不解決績效考核的問題 聽到這邊可能有人又會更懵了 就會想 蛤?我一開始問的是 如何解決工程師的績效考核問題 而這個OKR不能解決績效考核的問題 那解決什麼問題呢? 難道Google就不做績效考核嗎? 不可能吧 總要有賞有罰吧 如果做績效考核 那不以OKR為依據的話 我們要以什麼為依據來做賞罰呢? 劉文老師說啊 這個回答非常好 因為不談績效考核 只談OKR的 都是在耍流氓 而Google的績效考核方式是360度績效評估 那什麼叫360度績效評估呢? 簡單來說 就是你周圍的人 包括你直屬經理都會給你打分 最後加權算出一個得分 而這個分數將決定了你的晉升獎金和股票 聽到這邊可能又會有人一下子又懵掉了 會想說 蛤? 有我身邊的人來給我打分數 這會不會太主觀了? 如果我被人排擠 或者是不受上司的賞識 是不是就與晉升獎金股票無緣啦? 確實有可能會 其實啊 不僅Google 包括微軟 以及發明OKR的intel 都是這樣 對於怎麼解決工程師的績效考核問題 整個科技界都沒有一個好辦法 大家想到的唯一的辦法 就是通過多方的均衡 讓主觀來打分 盡量接近客觀 怎麼做呢? 也就是通過多人打分 讓直屬經理一個人的主觀 接近多人評價的客觀 然後再通過更高級別組織對得分的再平衡 讓小團隊的主觀 接近多團隊均衡的客觀 不過 假如當你說你的直屬經理給你打分時 有沒有參考你的OKR呢? 如果有人告訴你完全沒有 千萬別信 因為360度的績效評估 和OKR的目標管理 是前行的兩條腿 缺了哪一個都會寸步難行啊 留言老師說啊 他和一位前Google高級主管交流時 對方說啊 管理業務團隊和流水線工廠 能用KPI千萬別用OKR 因為KPI是碼表 OKR是指南針 指南針最重要的作用 是讓一個無法用數字考核的團隊 比如Google的工程師團隊 通過層層分解的目標關鍵任務 讓大家向同一個方向前進啊 最後這邊啊 柳文老師與我們分享 實施OKR的四個關鍵 第一個關鍵是 對目標要有野心 而關鍵的結果要可以衡量 因為既然不考核 設立目標時 就應該鼓勵大家挑戰極限 第二個關鍵是 最多設定五個目標 而每個目標最多四個關鍵結果 這樣才能聚焦 第三個關鍵是啊 目標要從公司到團隊到個人層層分解 OKR總體上是包含上下關係的 可是可能有人會說 那我的O和上級的O不一樣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下級也是可以自定義OKR的 可是下級這邊自定義的OKR 要與公司總體的方向是一致的 第四個關鍵是 所有的OKR要公開透明 大家要知道彼此在幹什麼 好確保大家方向的一致 也給目標過低 結果過差的員工壓力啊 OKR不是績效考核工具 對不可量化的績效 比如研發或工程師團隊 即便是Google、微軟、Intel 也只能用主觀評分 比如360度績效評估 OKR是目標管理工具 如果說KPI是馬表 那OKR就是指南針 它最重要的作用 是讓一個無法用數字考核的團隊 通過層層分解的目標、關鍵任務 讓大家向同一個方向前行 14OKR有四個關鍵 第一目標要有野心 關鍵結果要可衡量 第二最多五個目標 每個目標最多四個關鍵結果 第三目標從公司到團隊到個人層層分解 第四 所有OKR都要公開透明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 我在商業模式、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R 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 陳華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